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周边出现 而且故意选择了印太的战略小岛 西太的演练是夹击中国 另外呢 中国的唐极 最新的战略核心艇 正式的曝光 下水 有最新的情报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美军 但对台海有最新的挑衅 一方面呢 美军的陆军特战师 展开所谓兵器推演公开的曝光 另外 美军的 所谓最新的反腐射导弹 卖给台湾 台军说 已经到手 可以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雷达 防空阵地 展开攻击 而日本也有动作 日本修改这个安保战略针对中国 而且日本要率先地有这个打击 中朝基地能力发展更多导臺 另外 打造所谓冲绳集团 接应台湾有战事的时候 接应台湾的政要 今天都会关注 不过首先看看最新军情谍报 现在关注一下 台海最新的军情的动态 美国加大对台湾的军售 加大这个挑衅 除了公开宣布向台湾再度出售 一百套的所谓爱国船导弹 这个大家都关注到以外 更受我们关注的是 美军的所谓反辐射导弹 已经在台湾 台湾军方公开说 这种反辐射导弹已经在台湾了 在台湾空军手里 而且我们注意到 台湾的空军参谋长 公开在立法院声称 美军这款叫AGM-88型的 改良型号的反辐射导弹 已经在台湾军方手里 可以说是提前交付给台湾空军 而且说到它的性能是改良过的 这位空军参谋长还提到 它的性能甚至比起美军现役的 还要好那么一点点 说得很得意 说得很有打击力 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这款反辐射导弹主要针对的是雷达阵地 而且是由战机挂载 一般由F-16CD或者F-18EF 相应的战机进行挂载 空对地地展开相应攻击 搜寻敌方的雷达的信号 进行导引的精准的攻击 摧毁和瘫痪 敌方的相应的雷达阵 包括这个防空导弹阵地 说得好像天下无敌 但实际上这种防空射导弹 也有它的弱象 第一个弱象 首先它必须要搜寻追寻的 是连续的电磁波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解放军沿海 相应雷达阵如果是关机或者静默 搜寻不到连续的雷达波的话 这种导弹就会失效 第二个是电子对抗纲扰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 现在有专门的 电子对抗的支援部队 在每个阵地都有 这个对抗手法 这个对抗子对抗 能够让这种反复射导弹失效 失去了相应的追踪功能 甚至反过来折返飞行 打回去台湾的阵地都是有可能的 第三个就是训练 很重要 台湾军方自己也承认了 这种导弹可不同一般的导弹 台军只有F16的CD战机可以挂载 而且飞行员需要专门的训练 搜寻攻击 而这种训练台湾军方 并不敢在台湾岛内试验 为什么呢 在这里试验解放军能够搜寻到信号进行反制 所以很可能要飞回到美国的本土 展开实弹的演训 这美军飞回美国的本土 台军要飞过去 空中加油要十几次 F16战机要损耗 还要带弹 还要进行射击 大量的军费消耗 还有第四个很重要 是一旦开战 这种战机挂载反腐射导弹 能不能飞起来 这会成问题 为什么呢 一旦开战 解放军可能率先 就会打掉台湾的空军基地 机场跑道 包括这些战机都会被导弹 第一波摧毁 它带弹能不能起飞都成疑问 有没有战斗力都成疑问 到底怎么打呢 稍后互动我们问问台湾的专家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联报 这台湾媒体披露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大学高级情观 发布了一张美军兵器推演的照片 照片可以曝光的美军推演 进入台海之战的行动规划 美军的这张图片当中 可以借到多名的 身穿美国海之处战队的迷彩服的军官 正对着一张台海地区的地图 展开兵力运用的兵器推演 战场以台海中部为主 覆盖了台海中部 而在这个兵器推演当中 台湾岛内种台中 每分为两大战区 桃园一倍等级 就聚取了多种不同颜色的棋子 显示可能是模拟了美军未来 在台海地区用兵的主战场 就像美军的图片 显示美军的军官们特别针对的 大台北 新北 桃园地区 展开的兵推部署也推测 解放军队部队可能登陆台湾的 地点和军力投放出 这些的军事配上 是透过美军的这张图片上 军官的迷彩服的 毕章判断照片当中 是美国陆军的 第25步兵式的军官 而这些美军部队的 战斗航空里曾经的阿里干米海 立地与台湾军航展开过军神效率 美国陆军第25步兵式 套城 阁代 闪电 其下有六个旅 包括了一个机械化突击旅 空降旅 两个步兵旅 还有一个航空战斗旅 一个炮兵旅 一个后勤制限旅 注定 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可以快速进入印太战军 这些地方说 美军的第25步兵式是美军 唯一期太平安的 舵战部队 今年这个部队曾经多次 秘密地展开 紧急诈备了不出的业绩 这些部队从夏威夷 和华硕镇中 空硬兵力和军备的 关岛模拟夺取关键的地形 而根据军策的水浪 让我找最先的情况 美军为了在关岛 轮迅不同的美军部队 特别在关岛建设 模拟台湾的大台北 和周边关键战斗的 地形形态 如此展开了美军的 攻防队里的实战野心 美军也正在一级 秘密地部署在压海 特别是针对台海的 火力兵力的投射技术 希望提升快速地攻击 军员火力 包括快速部署美军的 所谓高机动的 海马苏火车系统 作为反登陆打击装甲机器 攻击对方发射机器的 美军重火力装备 和美军的制作家的 国际研究中心 将军匿密密地展开过多次 台海的兵器推演 美军介入参战 结果都显示 美军将要损失坦东 这本朝日新闻不老 日本联手英国意大利打造 下一代所谓最先的战体 这不停反映东京 对于智力想摆脱 美国军事技术依赖的交流 也显示 日本以台海局势 作为进口强化军备 日本防备上说 以英国意大利联手研制 第六代最新的战机 估计2035年服役 看何况未能说 几十年来日本 一时秘密的西方延续 联合的战机 以日本为先的自主研发了 最新战机 未来希望替代美制F-35战机 将以美军民主战的战机 开发日本秘密的军事的路径 特别是这次意大利加入的 日本英国的合作的战机的计划 原因是因为意大利 是全球开发战机的雷达系统 航太技术数一数二的国家 日本军方特别说以日本的战机 包括美制的F-35战机 也难以应对 集合军的引擎战机J20 现在日本 意大利 英国 联合开发线的战机 装目的就是这一趟 集合军的J20引擎战机 另外 欧洲安全防务 提出2003年以来 日本有100多家的工学 退出了国防兵器小条枪子 大道导弹飞机 军舰机构的海洋 都面临窘境日本防务场的要求 2023年男生 加打日本的军事工业遗憾 最近请问说 推出日本军工产业企业 包括了日本战机电机的 设备部件一级的制造舱 战机下是场形式型的 战机飞行的控制系统等等 还有 为美军F-15战机 提供零部件 维护保养的日本的公司 而络极包括了 日本坦克装甲车的操控系统 发动机 启动部队的轮胎等等 这些日本一线的制造舱 推出的军事里面有可能 会影响日本博放生产力的持续下降 军备采购成本将会增加 军事的军事分下降 既然日本的军工产业的生产力 面临极大的挑战 扩张量机电 极大的秘密的前浪和恢复力 提供战士部署需要 将可以在短期内 迅速恢复 而日本正今后台海危机 发展日本主动出击的进攻军队 甚至要打造日本国有的军工机团 军美国新闻报道 美国海军的俄亥俄金核军艇 西服军艇号首度 停泊在印度洋的迪俄加西亚岛 美国海军的核军艇的行动 通常受到高度的保护美军 刻意对外公布追踪核军艇 罕见的部署行动 试图要向盟友和对手传递美军 可以随时安装部署弹道导弹 核军艇秘密遣案到指定的区域 执行打击威克 和收集信号情报任务 军行起码上美军的 西服军艇号核军艇 是美军十次搜到 和爱核军核军艇之一 每次巡航持续10到12周 加上基地轮化船员 战备执行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而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亚岛 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 美国 英国两个军队 都可以使用的岛屿 它的战略位置特殊 向西 指向非洲 向东 威胁马六甲和南海 南指印度洋 北看阿拉伯海梦下来玩 勒手使用能源 资源 物资 运输战略海盗 这个在印度洋上的 美军主导的基地的小岛 被美军认为是围堵中国的 以印度洋上链条当中 终于要的一个军事的基点 由于敌克加西亚岛 的位置偏远配备核弹的 美军的核潜艇 可以在外界难以察觉下 进行150名传言的 轮调的补给 保车核潜艇 行动的隐秘性 最新的军事分析 可以携带20枚前车 中级核潜艇的导弹 并且配置的高频多项的 侦测装备的美军的核潜艇 可以实行 长时间隐秘的行动 美军刻意公开这一手 训练水下引擎能力的核潜艇 在印度洋巡航的信息 是针对中国 俄罗斯 朝鲜正在收集 有关对手的高度机密的 新劳情报 另外美国海军 一手配备了154枚 攻击陆地的 巡洋导弹的核潜艇 近期在西太平洋 巡异部署 而根据新军团的 水核潜艇 掌握最新军报 美军的额海河西 巡洋导弹核潜艇 密切很好 曾经在日本冲城门岛附近 浮出水面 在东海至西太平洋 区域带弹穿梭演练 美国海军的第七潜艇大队 成为一个 隐秘攻击的秘密的水下平台 加上配备了战术导弹 和加密的通讯装备 为印太美军 提供了各种作战水下攻击选择 而这次美军的接受 合选顶故意 在第七舰队行动区域演练 也是要熟悉 东海到西太平洋的 水下作战环境 西洋美军未来 在印太太战斗 最新希望说 美军目前有18艘同类型的 巡航导弹核潜艇 出行战略的巡航 改装之后可以搭载 战斧巡航导弹 和特种的作战官兵 夺刺 迷一迷巡航到朝鲜外海 中东东海外围 展开军事演习 好 别来听到美军的 两艘的核潜艇 故意选择在中国的两边 展开所谓战略的演习 故意露头 展示核威设立 而且是搜寻中国相应信号 确实在这段时间 中国大陆恰恰有潜艇 各类型潜艇演训的信号 我们注意到一方面 中国军方承认在南海 最近警方军的潜艇 相应多番的演习 而且摆脱过美军的追踪的侦察 包括美军的反潜机 另外中国最新的 唐级核潜艇 注意唐级 最新的核潜艇 争取的下水曝光 有最新的打击力深吃 可以带高超音速导弹 看一个片段 中国新型的战略核潜艇超美 核射高超音速导弹的文章 文章说西方的卫星 最近派到了中国 渤海造船上出现的 最近达到12米的 耐压可体的温暖 这两排的导弹方箭机 已经装欠其中 而曾经披露说 这是中国新型的 战略核潜艇暂时 以北约命名的方式 把它称为唐级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 唐级的核潜艇装备的 高超音速导弹无法拦截 射程可以覆盖全球 这时的美军正在研发生产的 格伦比亚基的核潜艇 处于服役及落后的 尴尬的经济 文章说西方的卫星 再度拍到中国 渤海造船上一艘 与众不同的大型的核潜艇 正式地下水 而这次拍到了 直径12米的耐压可体 而且已经装进了 两排的导弹发射井的分段 而这次卫星图像判定 与西方军的09430核潜艇 完全不同的 中国新型的战略核潜艇 已经下水 根据惯例 在中国大陆 能够被外星看到 或者拍摄到的 肯定已经不是最新的装备 而且秘密在研发当中的 唐吉的核潜艇 纳压可体 这些大型的构舰 已经漏天的摆放 若是首艇 这样会严加保密 又若是后续艇 这些构舰 保密的急速就会下降 被卫星拍到就不出奇了 而且从侧面也重视了 中国的唐吉的核潜艇 的首艇 已经下水 而到目前为止 西方的侦测卫星飞行 922幅出力 仍然没有拍到中国的 长期战略核潜艇 最新的真的面目 这得益于中国的 反卫星侦察手段 中国在潜艇上面 盖上了电磁波 屏蔽的外壳 侦测卫星 用核潜艇 雷达针 仍然无济于是 最新情况上 中国的第一和第二 核潜艇 地底都有 无法探测的秘密的东坡 里面设备相当的 完善多年来 核潜艇的基地 搬进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 中国大陆建成了 铜墙铁壁 以内的侦察 是难以越雷尺半步的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 中国的唐极的核潜艇上 有16个导弹的发射潜 可以发射 巨浪三型洲际弹道导弹 也可以发射中国的 代号潜龙的高超速导弹 两框的导弹 射程中超过1.5万公米 后者发射就可以绕过南极 从美国南部 防空博物区 展开突袭 美国新年发布的 中国军力报告当中 也是中国的高超速导弹 具备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能力 而世界上的 战略核潜艇带 16枚导弹 是5个核大国 都采用了射击 16枚的射击 原因有多样 第一核潜艇带 导弹更多 停蹄四样更大 过大的停蹄 必然影响到 船艇的机动性和速度 也会产生水下的噪音 还有巨大的伪力 很容易自暴行动 而中国最新的 唐极的战略核潜艇 采用部分的 双颗底射击 水下排水量达到1.8万吨 这样设计 主要考虑到中国南海 有多个深水区 可以作为中国的核潜艇 潜航隐秘的保里区 而中国的近海 大多数是潜水 核潜艇的挺身 不一再大 香港的明报指数 第二是先进的反应堆 是中国的唐极核潜艇 另外一个特色 用于中国的唐极的 扎的核潜艇 是军众反应堆的 进入到第四代唐极 有可能或者已经采用了 中国独创的 无轴崩催技术 如果是这样 这将是世界上目前 造音最低速度 最快的战略核潜艇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 中国必须要在不同方向的 两到三个海区 有中国自己的 战略核潜艇 带单战备值班 才能够对西方的霸权 具备一定的战略上的威慑力 加上轮化和威修 中国需要8到9艘的 战略核潜艇未来的 中国的唐极核潜艇 按此规划分批建造 并逐步取代目前的6艘 2094晋级战略核潜艇 中国大陆解放新的 2094晋级的战略核潜艇 两艘的基本型号 已经服役了十多年 再过几年就要进入退役期 还相信中国最新的 唐极的战略核潜艇 很快会公开亮相入役 好 别人提到 中国最新型的 唐极的战略核潜艇 已经正式地下水 而且曝光 而且美国和西方高度的关注 连线一下 美国的军事观察员 原创舰 原创舰在美国掌握的情况 中国最新的战略核潜艇 达到什么样的作战能力 它在巡航 远距离 攻击潜射导弹方面 与美国还有什么差距 那么中国与之相比的 基本上大概也是分两类 也是攻击核潜艇 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也是各式各直 它跟美军不一样的是 由于中俄这个导弹 这个技术制造有一点 不是跟美国一个套路的体积有点大 所以它那个挺的这个形式 看上去像有个龟背似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弹底比较大 要打那么远的射程的话 还未能够做得非常地小形化 好 现在美国的分析 提到美国呢 前来关注中国的最新的 长期的战略核潜艇 未来福一周 它打击力美国相当的关注 但美国实际上 现在呢 也把它的核潜艇的技术 输出给了澳大利亚 而且军心情报说呢 韩国 韩国也可能要发展自己的 核潜艇技术要高度地关注 另外呢 日本 日本最新的动作很多啊 基本上可以说呢 每个月 每个礼拜 都有针对中国最新的军事动作 一方面修改所谓安保的战略 另外呢 打造最新的冲绳防卫集团 发展多种的导弹 全部针对中国 看一个片段 军事本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严历在陆上队队中 设立新的加强部队冲绳防卫集团 作为西南主导的防卫核心 并为离冲绳最急的台海 如果发生战事很特别备战 日本防卫省正在就冲绳那把的 陆上队队第15旅团 增加部队除了步兵的特战团队以外 还有部队防空的高尚防空特战团 还有一个侦察兵团 大约攻击有2000个官民除了增加 日本除了增加步兵部队以外 随着面向台海东海的行动规模扩大 国际通讯装备等数量也将加强 而师是日本作卫队作战的基本单位 大约4900到7700人组成 日本计划把第15旅步兵团 从目前的一个团 增加到两个团 冰块石区块的军线 从中将提升到上将 成立新的所谓日本的冲城防卫集团 升级为师级 而新闻城的部队的规模 估计是3000人为台海战事卫战 日本陆上最终的作战部队 分为9个师团和6个旅团 新边的冲城防卫集团 规模结于两者之间5年前 为了加强在冲城 新南所谓军事防卫态势 日本增强了航空自衛队 还在玉纳国岛公布岛 开设了自卫队特别营地 今天年末 已将在接近台湾岛的石原岛 开设新的基地 自卫队在这些新的营地 除了部首营案侦察监视队 和警备战队以外 还特别进入了导弹部队 日本还决定在西南 驻岛部署水下无人潜航器 和无人水面铁 组建东海的无人作战部队 希望不设水雷阻碍对手 从海上进攻 日本西南冲城驻岛 而根据军团的 沈南部长最清楚 自卫队特别组建的冲城防卫集团 成立针对的是 一旦发生台海的战事的时候 日本的自卫队 就可以从冲城门岛 向各个离岛迅速的 调派部署部队 在来自日本本土的 支援部队到达之前 在西南面向台海的冲城一线 建立军事防御 提高日本所谓军事压制力 而冲城防卫集团 才可以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 主动接应接受 台湾岛内的所谓撤出的 所谓日本的侨民当中 还有一项秘密的军事计划 就是协定撤出台湾岛内的 台湾军政要远 特别是一旦战况吃起 在冲城西南的海陆自卫队 能够迅速地接应掩护 台湾的冲城 撤离到安全的区域 甚至是冲城的美军基地 公众社报道说 日本官方声称 中国大陆特别重视 日本南西驻岛 就是琉球群岛面向台海东海的 军事时代 日本政府计划十年之内 把南西驻岛导 导弹拦截系统能力 增强三倍 强化地面拦截法 卢上各队十四支 第一队空洞导弹部队 新增导弹拦截能力 日本自卫队将来 冲城的六支部队 落到业尾大岛的一支部队 加上冲城门岛四支 航空自卫队作战部队 一共十支部队的 导弹拦截能力 增强到目前的将近三倍 而目前日本联合直升的 自民党和公民党 就日本拥有对敌方导弹基地 发射导弹的反击能力 达成了公式 会纳入十二月修订的 日本国家安全的 保战战队的航保本机 这将成为日本战后 安保政策重大转叠 日本的直升两党同意 想继续为是否把中国 写明为日本的威胁 展开磋场 日本加入攻击敌对基地 能力的条款之后 日本可以拥有攻击破坏 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武器 包括改良日本研发的 陆基反舰导弹 和向美国采购 战安福全弹导弹 核心是日本可以同时 开发十种以上导弹 日本也就取代 五年中不出五倍音速的 高超音速导弹 加快装备 用于岛屿防御的 高速滑向导弹 最新情况说 为了存放体积更大 支撑更远的大批的日本导弹 日本决定 未来十年增设大约 130个弹药库 大幅的增加弹药储存的数量 日本新增最恶弹药 有大约90个 为陆上最终使用 另外40个 给海上最终存放弹药 日本国内现在有大约 1400多处的弹药 主要是在北海道等天北的日子 日本军方希望今后 能够在日本境内各地 平均的分散储存 武器弹药 以力战备 好 没关系到日本最新呢 在冲城西南驻岛的作战的规划 包括所谓冲城的防卫集团 日本为什么那么重视 西南驻岛的防卫呢 因为这里最接近台海啊 台海如果有事 甚至要撤离台湾的所谓军政要人 这话题稍后来听听美国台湾 还有日本的独家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呢 最新的情况说台湾军方 已经获得了美国的反辐射导弹 到底放在台军的战机上 能够用吗 有没有用 能不能反制解放军的雷达呢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事观察室 本周观众小点呢 日本连串的动作针对中国 包括打造冲城防卫集团 研发各类型导弹 甚至呢修改安保的战略 今天请到日本 美国 台湾 军事观察案分析先问一下 日本的毛风 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报 日本最近呢连串动作 连连地挑衅中国大陆 甚至说呢可以说是每个月 都有军事动作 是不是要跟中国真的要干一仗 那日本的安保专家 日本的安保专家 都明确提出了 中国对于日本的威胁 甚至于明确的提出了 日本应该尽快的 增强它的远程打击能力 在台海问题上面 要早做准备 如此等等 都充分说明了 日本是已经明确把中国 列为它的战略对手 因为是战略对手 今后中日在东海 南海 甚至于印太区域 乃至于全球区域 那么一种竞争对立的关系 或者说军事新冷战的一个态势 好 问一下台北的施校尾 已经在台湾掌握了情报 日本这个冲城防卫集团 有可能是接应台湾的政要的 台军为此 有什么秘密的规划配合呢 台湾如果能够在日本 强化了新南珠岛防卫之后 运用台湾自己本身的 板剑飞弹 特别是暗制的这样一个板剑飞弹 其实也可以扩大 台湾的这样一个板剑飞弹的 一个防御范围 能够跟日本的 板剑飞弹的防御范围 基本上能够连成一气 其实因为对台湾的防务上来说 如果未来一旦对岸开始 发动军事冲突 然后让它的这个舰艇 藉由十渊宫谷水面 或是日本的新南珠岛 进到那个菲律宾海 或甚至于日本 大陆方面认为在作战上 有实际的需要 因此盛居抢先一步 占领了这些西南珠岛 作为巩固它对台军事行动的 这样一个重要基石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日本本身 跟台湾双方 都能够利用现有的 这个暗制的板剑飞弹 能够对大陆这个舰艇 进行一定程度的板制 让大陆的舰艇 没有办法能够碎行在这个区域中 进行两机或三机 快速登陆的这样一个作为 好 一下美国的援助舰 已经在美国掌握情报 美军现在说2023年要重点 向日本 向印太要倾斜 美军配合日本 会在中国周边 有更多的军事动作 怎么安排 按照美国的2023年 要对中国军行这个军事围堵的话呢 虽然邀请了他的盟国 进行各种各样的演习 也展现一些力量 但是基本上说 向澳大利亚方向呢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为澳大利亚整体的实力不够 它海空军实力 根本到不了台海 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呢 虽然韩国也要加强 它的防务力量 但是它主要应对的还是 朝鲜半岛本身的局势 要它兼顾台海呢 就比较有点力不充心 基本上对于美国来说呢 第一岛点 找重点还是日本和台湾 好 谢谢三位分析了 本周的交解了日本最新动作 日本最新打造 所谓冲城的防卫集团 而且升起于 陆上和空冲自卑队 另外的日本要改变 它的安保战略直接要针对中国 可能未来要先发制人 打击中国的基地密切地关注 本周另外一个交点在台湾 台湾声称了 已经获得了美军的反辐射导弹 进入军情互动 欢迎订阅观看 台湾的新冠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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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提前把所谓 改良型的反辐射导弹 交给了台湾空军 而且声称 能够有效地攻击瘫痪 几枉军的雷达 包括这个防空导弹阵地 今天呢 请到台湾的军事观看 是教委先生分析 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 台湾到底 获得了多少这样的反辐射导弹 有什么针对性 未来会怎么使用 因为以高速反辐射导弹来说 大概从8岁到 集中目标 在150公里距离的范围之内 大概其实是 在10分钟之内 可以命中目标 那这10分钟 如果你是一个固定阵地的雷达 或即便是机动 你要收整把它移动也不容易 所以这会构成了台湾 所谓的敌防空网 压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对台湾来讲 它必须要透过A-188 高速反辐射导弹 掀起的对大陆地区的 这样一个防空网的系统进行定位 而且除了定位之外 而且在遭到攻击时 还要加以 对这些防空网加以摧毁 这样才能够让台湾的战机 在没有受到防空导弹 阵地的阻碍之下 让它能够进到大陆的 这个东南沿海 将这些还没有发射的 这些地对地战道导弹 搜寻并且摧毁 这样对于台湾来说 作战才有可能 持续跟延续下去 好 这台湾的分析 本周另外一条点在中印边境 中印边境 现在是大雪封山 严寒库通当中 中印的军人再度在边境 发生肢体的冲突有受伤 当中特别提到 解放军西部战区 发言人强调 是印方非法越线 中国大陆解放军西部战区 发言人提到解放军 在边境的部队 是在中方西藏这一侧 实际控制线 中方这一侧东章地区 展开正常的巡逻 印军非法越线阻拦 而且中方采取了 有效专业有力的处置 稳控了局势 中方警告印度不要挑衅 而且要管控约束好 印度的一线部队 保证中印边境的和平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 以上 军队关的史下路3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